推拉手法 正骨手法 有推拉手法 有美容手法 等等 而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呢 是推拉手法 那么推拉手法呢 它就是用手 或者是肢体的其他部位 按照各种规范化的动作 和技术要求 在人体体表的一定部位 或者是血位上 进行操作的方法 来达到一种 预防和治疗疾病的一种外治方法 外治方法 一种外治法 那么这个就是手法 推拉手法 它就是用手 用手呢 就包括我们这个 手指 手指 我们说的 母指 十指 中指 无名指 小指 当然 主要是这个母指 用的比较多 用的比较多 其次呢 十指 中指 这就是手指 主要是用指 主要是用指 但有些情况下 可以用指 背 用指 比如说我们滚伐 掌子关系的滚伐 那么就可以 用这个指 背 那么除了这个手指 而外 还可以用掌 掌呢 就包括这个大鱼记 小鱼记 掌根 以及全掌 全掌 大鱼记 小鱼记 掌根 全掌 另外还可以用这个 掌背 掌背 还可以用这个 钱 币 钱币 还可以用这个 掌 掌 就掌关系 这就是我们说的 用手 或者是 知其其他部位 除了用手而外 还可以用 其他的一些部位 比如说用脚 我们 就可以用彩翘 彩翘 就可以用脚 用脚呢 可以用脚跟 脚趾 脚掌 脚 就是彩翘 那么除了 还可以用 这个 膝关系 膝关系 那么 有时候呢 还可以用 操作者的 比如说 这个 胸部 胸部 比如说我们要给 搬 搬这个 胸锥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就要用 胸部 在大部分时间 可以用 膝关系 那么还可以用 这个 其他的 我们自己用的 一些 比如说一些 按摩棒 比如说拍打棒 那么来代替 你这个操作 我们赴随医院的 以前那个 李仲宇 李仲宇 李老先生的 这个储针 这个储针呢 应该说就相当于 我们这个 按摩棒一样 按摩 说这个就是 用扫 或者是 肢体的其他部位 但是大家知道 并不是在 病人的身上 或者说 这个 乱 乱来 乱摸 乱饶 它是有一定的 规范化的动作 有一种规范化的动作 而且每一个手法 它都有它的技术要求 比如说 这个义治善吹法 它就要求 层间 吹走 旋晚 指示 掌虚 是吧 是不是 它有它的技术要求 比如说这个 斑法 斑法 我们四川人说的 端 端井步 是吧 好 那么我们 一般称为 斑 斑法 那么它要求 技术要求 要求 稳 准 巧 快 是吧 看到这四个字 是四个字 但是的话 你真正要去掌握起来 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困难 但需要时间 如果你还到了一定时间 你就可以 但是必须要练习 必须要练习 这样 所以它有一定的规范化 和它的技术要求 在人体体表的一定部位 为什么要选一定的部位 它就是我们 这个推拿来 还是要有一种 辩证的观念 不能像我们 现代医学一样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还要根据血位 你的辩证的不同 你的辩证 跟你的辩证不同 你选择血位就不一样 但我们推拿来 它还是要 讲究的是 血位 精锣 要结合这个 现代医学的一些 简剖 简剖 那么在人体体表的一定部位 或者血位上 进行操作 达到一种 预防和治疗疾病的 方法 它可以预防疾病 我们就说 治胃病 是不是 治胃病 那么还可以达到一些 治疗作用 治疗作用 这就是我们说的 推拿的手法 推拿手法 那么 下面我们就 简单说一下 手法的命名 手法的命名 因为我们中国 推拿的手法 它相对说 比较多 比较多 这个 据统计的话 有 就是说 有文字记载的一些手法 有几百种 有几百种 各个地方 它对同一种手法 它的名称 称呼 又完全不太一样 所以说 右手 为了学术上的交流 和 这个 学习 那么往往要对一些手法 要进行一些命名 一些命名 所以说 手法 它是特定的规范化 规范技巧动作 那么 手 或者知其其他部位 的某些动作 是手法产生基础 而手法 则是对这些动作加以总结 归纳 提炼 和升华 由于烈士的严格 地理的分隔 以及试图传授的各个方面的原因 说推达的手法 相对的以前 相对说 比较混乱 那么有关的手法 它的名称 各家 说法不一样 说法不一样 所以说 尤其是 所以我们要看 命名的方法很多 第一个呢 就是根据动作形态 来进行命名 根据动作形态的命名 比如说 推法 拿法 戳法 练法 背 按 摸 插 捏 挤 挂 挤 拍 等等 这些方法系 就是根据它 动作的形态 来进行命名 像 比如说 这个戳 那么就是 戳 是不是 戳 像 按 那么这个叫 按 摸 那就很很很 大家应该 看这个字 大家应该 比较清楚 比如说这个 鸡打 鸡 鸡拔 我们说话 鸡打的鸡 鸡打的鸡 鸡拔 那么就是 敲 是不是 敲 看到 好 是不是 叫鸡 拍 那么 就叫拍 拍 是不是 叫拍 很形象的 很形象的 像 那么 第二个呢 就是 通过 医生手法 使病人产生相应的动作 而命名 作为依据 定名作为依据 比如说 取 取 伸 说他就是伸取手法 旋转 比如说 监管局旋转 那么叫旋转 旋转法 摇 摇动 那么叫摇法 摇法 包括这个 晚关节的摇 摇法 是吧 说根据手法 就是通过这个医生的手法 使病人产生相应的一些动作 哈 是不是 那么 这样一般就是我们 这个 把它归纳在这个 这种手法 这种手法呢 一般 把它归纳在这个 运动 关节的手法里面 就是 使关节 作一些被动运动 的一种手法 哈 那么就是 我们说的叫 哈 摇法 旋转法 等等 第三个 就是按照动作的 制意来进行 定名 哈 比如刚才我们说的 摇 推 摸 是吧 由运动之一而称的 而称为这个 运法 比如说啊 我们说运关节 我们有个哈 手法叫 大幅度摇法 大幅度摇关节 我们就称为 哈 大运手 大运手 哈 运动的运 哈 叫大幅度摇法 大运手 就相当于一种 太极推手的动作 哈 太极推手 哈 就是操作者呢 哈 做一个太极推手 太极推手动作 那么是这个 患者的肩关节 来出现一种 缓转的运动 哈 缓转的运动 像 说这个哈 就是我们说的叫 说哈 根据他的这个 动作的制意 来进行命理 哈 第四一个呢 就是哈 按照记忆用的器具 或者手法 动作相结合 来命理 比如说用伤枝棒 哈 进行拍打 我们说成为伤枝棒 叫棒击法 棒击法 就是现在我们哈 这个 以前呢 他是用伤枝 做成棒 我们就成为伤枝棒 现在呢 都哈 找伤枝比较困难 所以说哈 而且你是 也是一种 破坏环境 是吧 我们都现在 都讲一个低碳生活 是吧 你不能把这个伤枝 哈 这个层里面 更不好找伤枝 是吧 所以说我们现在 都是用钢丝 哈 把它弄成一种形状 然后里面塞一些棉花 然后在外面 再缠一些棉花 然后用胶布 把它缠好 缠得不紧不松 有一定的形状 然后进行拍打 扣枝 换这体表 或者是仪 哈 它相应的一些血位 所以成为棒击法 第五一点呢 就是依照手法 着用而定名 哈 作用而定名 比如说理法 顺法 合法 这个后面我们哈 有时间还给大家介绍 哈 第六个来 就是根据知其 不同部位 而定名 是哈 主要是根据操作者的哈 知其 操作的时候知其命名 比如说哈 魔法 魔法 它就有止魔 止魔法 有掌魔 叫掌魔法 波法 它就可以用拇指 叫拇指波法 那么用走 叫走波法 哈 用走 来进行按压 一般就称为走压法 哈 走压法 是哈 那么用掌按 就称为掌安法 掌安法 是哈 说根据他的部位的哈 就是说你 操作者的部位 使用部位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哈 秘密 是哈 另外的话就是 顺其传统一支教法 比如意志禅推法 哈 这个意志禅推法 跟我们这个指推法不一样 哈 指推法 它是属于推法的一种 而意志禅推法 它是单独为 单独的一种 特殊的一种操作方法 哈 所以说哈 所以说在临床上 那么一种手法 常常可以根据 不同的原则命名 要产生 一法多名 或者说一名多法的现象 比如说拿法 哈 南法 那么就称之为拿法 但是有的地方呢 就把它称之为哈 这个鲁法 哈 再说这个哈 指按法 指击法 有些省头 有些书上把它称为 有些地方把它称为点法 哈 特别是我们后面再讲 暗法 点法 压法 那时候我们给大家说 哈 实际上这个哈 是三种手法 从它的动作形态上来说的话 它应该 特别是点法或压法 它应该是从暗法演化而来的 因为我们这个暗魔的暗 是我们中国最早的手法之一 点法或压法都是后来才出现的 是吧 说哈 我们这个可以说长安 可以说长压 但是你不能说长点 是吧 好 我们可以说前辈暗 可以说前辈压 但是你不能说前辈点 是吧 这个点压法的刺激量更大 点法刺之 暗法刺之 所以我们说用走 就称为走压 但你可以称为走暗 你可以称为走点 是吧 但是我们大部分说是走压 就是刺激量很大 是吧 我们说的点法 我们说的点法 那就是相对于暗法来说 刺激量比较大一些 因为这个点法呢 它操作的 结束面积 比较小 面积小 它的这个刺激量就更大 是吧 我们往往把这个拇指呢 用指幅呢 一般称为暗 用指端呢 就称为点 称为点 那么用这个中指呢 你可以把它称为中指暗 你可以把它称为中指点 你可以把它称为中指压 说它有时候 相对有 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就看你 一般点法难做是真的血味 这就血味 好 说这个啊 大家去试看 还有呢 把这个哈 拨这个集权 小海 伟中 称之为 拿集权 拿小海 拿伟中 知道 这些地方 集权 小海 伟中 这些地方 往往都有 神经通过的地方 就是我们 四川人说的 麻精 好 大家在注意到 有时候一不小心 靠在左面上的时候 然后 几个手指就拔麻 好 我们在治疗 有些疾病的时候 往往我们就 给它进行 谈博 这些 血味 就是我们说 神经通过的地方 也达到一种 苏经通螺 行其止痛 行其止痛 下 用这个指掌 吸附在这个哈 体表上 做直线 王 直线 哪有个摩擦一动 我们称为 插法 摩擦 就是王板的一动 从插法 下 有人呢 把它称为 单推法 同样的哈 运法 哈 名称 那么在小儿 和成人呢 它运用就不一样了 运法 我们小儿 有个运法 也有个运法 叫我们叫运 哈 比如说叫 运这个哈 八卦 它实际上就相当于一种 推 类八卦 哈 推类八卦 推类八卦 哈 还有这个哈 运水 如 哈 运土如水 经过这个哈 从这个 皮土 那么经过这个哈 小天心 到达这个 圣水 叫做 运土 入水 如果说反之 那么就是从 圣水 经过这个小天心 到达皮土 叫做 运水 入土 是吧 说他不一样 而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 承认这个运法 就是要对 关节 作息哈 环转运动 它就习把它称为 运关节 运摇 特别是大幅度的运动 特别哈 这个肩关节 我们叫运 大运勺 还有这个哈 这个髋关节 我们叫运 可运摇 或者有些 有些人 你把这个运和摇 一起结合起来 叫运摇 关节 运摇这个哈 髋关节 运摇髋关节 这样 说哈 就是和名称的 很不同 说这样子的话 就给我们这个 教学科研 尤其是这个哈 教学 带来了 一定的困难 是哈 一定的困难 说到哈 为了这个哈 教学科研的 这个哈 比较哈 交流 那么往往我们就要 对这些手法呢 要进行一些命名 哈 那么 我们现在哈 我们全国教材的哈 我们这 因为全国开了会议哈 就把这个 通过哈 这个全国的 各地的专家 那么我们把游戏手法呢 就进行命名 而命名的原则呢 一般就是根据他的动作性 形态 把它作为动作的哈 把它作为命名的原则 是最好的 根据他动作的形态 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的 第一点 动作形态 来作为他命名原则 这样子比较好一些 哈 比较好一些 因此的话就把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手法呢 就进行了相应的一些归类 哈 就把它归成了这个哈 六大类手法 哈 摆动类 哈 摆动类 哈 摩擦类 哈 挤压类 整动类 扣肌类 和 运动关节类 这六大类手法 是哈 这六大类手法 是哈 实际上哈 我们这个推达手法很多 真正在临床上用的手法 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多 但 这个叫根据 个人的特点 哈 来选择这些手法 是哈 我们哈 只要哈 作为推达来说的话 只要把这十六个字 你完全掌握 就算不错了 哈 推 拿 按摩 揉 插 滚搓 礼 分 点弹 摇 破 透斑 哈 推 拿 按 摩 揉 擦 摩擦的擦 滚 搓 礼 礼金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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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分开的分 分金的分 礼 分 点 弹 弹波的弹 摇 摇动的摇 拍 抖 扳 扳 哈 这十六个字 不要看到这十六个字很简单 那么真正你 要完全掌握 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 比如说这个 斑 斑法 哈 斑法的话哈 相对操作起来难度就比较大 它有颈部的斑法 有胸部的斑法 有腰椎的斑法 有底下关节的斑法 还有 其他四肢关节 四肢关节的斑法 是不是 它就哈 比如说颈部的斑法 它就还要分 比如说哈 是颈椎定位斑法 还是旋转斑法 是仰臥为斑法 还是坐位斑法 是吧 好 你都要有 是吧 腰部的斑法也是要你的 哈 你是哈 腰部的斜斑法 还是直腰旋转斑法 还是定位斑法 还是后身斑法 等等 就根据这个 哈 这个部位的不同 你操作的方式的不同 往往就有不同的名称 哈 再比如说这个哈 这个柔法 柔 再度的都会柔 哈 它就有这个 指柔法 掌柔法 前臂柔法 走柔法 而指柔法 就包括这个 母指柔法 哈 二指柔法 三指柔法 是吧 掌柔法 就包括大一指柔法 小一指柔法 掌根柔法 是吧 另外 双掌柔 重叠柔 哈 交叉柔 等等 是吧 所以说哈 就是它有 哈 分类来说的话 就说它 命名不合的话 你 那么我们要掌握这些手法 那么就这十六个字 你真的完全掌握呢 那么 还需要花一定的时间 哈 花一定的时间 是吧 说说哈 我们这儿哈 实际上我们刚才 你把这些分类 已经给大家说了 看没有 哈 哎 我要往前 怎么往 哈 这个分类呢 哈 就希望大家下来 就看一下书哈 看一下书 对大家来说的话哈 看要明白哈 要明白 我们主要呢 还是要给大家 介绍一下 这个哈 这个 推拿手法的 基本要求 哈 基本要求 哈 推拿手法的 基本要求 像 啊 推拿手法的 基本要求 哈 推拿手法的 基本要求呢 哈 它就是这 哈 这十个字 哈 十个字 持久 有力 均匀 柔和 渗透 哈 这是我们哈 推拿手法的 基本要求 持久 有力 均匀 柔和 渗透 哈 那么这个手法呢 必须要根据 这个要求来练习 才能达到一种 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个是我们前辈 经过哈 多年的 长期临创 哈 实践的终结 哈 也是一个经验的 开口 哈 开口 下 所以希望大家要掌握 哈 希望大家掌握 那么我们先说 这个哈 持久 哈 持久 下 所以持久呢 它就是指手吧 在操作的时候 那么必须严格的按照 规定的技术要求 或者是规带化的动作 持续运用一定的时间 要持续运用一定的时间 而不应该出现 手法的技术走样 也就是说 要保持动作和力量的连贯性 不要断断续续的 哈 断断续续的 那么这样子才能达到相应的技术效 也保证手法呢 对人体的刺激 那么足够哈 积累到零件电 也起到调整 内脏的功能 改变 这个哈 病例状态的作用 像 叫 就是说 要持续运用一定的时间 像 但是这个哈 要根据手法的 没 哈 根据哈 手法的 哈 具体情况 有些手法呢 它本身 就要求了 时间要短 有些手法呢 它要求的时间要长 一般说来 刺激量比较大的手法 时间要短 哈 如果刺激量哈 那么 比较弱的手法呢 那么操作时间要长 哈 要长 是吧 要根据 具体的情况而定 哈 比如说这个哈 揉法 哈 揉法 它是属于 轻揉和寒的手法 那么 因此的话哈 我们在 操作的时候呢 哈 就这个哈 病人是感觉到 很舒服的一个手法 那么你不能说 我们一揉个两三秒钟 或者半分钟 就完了 哈 而且这个揉法的话 是每一个病人 几乎都要用的一个手法 是吧 你就可以揉的时间 相对长一些 是吧 那么 比如说走压吧 那么你压了这个 环跳的时候 病人这个脚都在 开始抽筋了 你还得压 那肯定就不行了 是吧 那么就肯定去 一般我们按压这个环跳 一般就是半分钟到一分钟 哈 吃一辆比较大的哈 吃一辆比较大的 像 是不是 那么还要求这个哈 你操作一定 维持操作一定的时间 不应该出现这个手法的技术走样 哈 比如说这个滚拔 滚拔我们是要求这个哈 网关节要一个曲和身 同时前背要一个旋转 的动作 那么这个哈 动作要连贯起来 你在操作的时候 刚开始你还操作的时候 蛮不错的 哈 比如说蛮不错的 这样子管 管 还蛮不错的 等你操作一段时间过后 就开始 好 要么就在这里吧 看没有 就变形 哈 出现走样了 哈 走样了 要么就可以出现跳动 哈 或者压榨 这种感觉 是吧 因为他要求哈 要像刚求在人体身上滚动的感觉 像我这样子 我滚一天都没问题的 滚一天都不会有问题的 只要你晚关节放松 哈 没问题的 下 啊 如果你晚关节不放松 你在这儿哈 你就持续 你就不能持续 哈 你就不能持续 下 而且 你操作到一定 操作到一定时间过后 你往往还会出现 我们说的脑损 弄不好 你这地方到一定时间会 长一个 啊 冰崩 就是我们说的 剑桥囊种 是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 放松 你放松 那么你在操作的 时间太长 如果你放不松 你操作时间就短 即使你操作时间长 那么你也会出现这个 哈 病人会感觉你 这个手法 根本不舒服 跳动 然后压榨 要么就到这个地方 摩擦 来回的摩擦 小 是不是 说这个就是哈 我们要做注意哈 这个持久 哈 持久 根据距离情况 哈 来选择这个时间 另外 还要根据病人的 哈 手法病的虚实 来 决定你这个 整个 今天比如说 今天这个操作的时间 有多长 你还要根据情况 来决定 是吧 好 根据情况 来决定 根据它 根据它 部位的大小 是不是 根据你选择的 血位 等等 多方面 哈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哈 老师就是哈 就是持续用力的时间 一共说多少分钟 就好像我 我有话 我在瑞士的时候 有一次我到一个老外家里面吃饭 我叫我给他 用中国饭给他吃 他就问我 你这个盐 你放多少克 你这个味精 你放多少克 我就跟他说 我也不知道放多少克 我反正凭经验 我就该 根据你这个哈 你的这个哈 菜的多少 根据你个人的口味 是不是 来选择你放的味精多少 放的盐多少 他就要问你一个标准 有多少克 你说我来跟你说多少克吗 说不出来 就是凭个一种感觉 是不是 是 说这个哈 持续用力的时间 就是这样子的 是吧 有些病人 你说哈 老师你用这么长时间 他需要这么长时间啊 比如说这个哈 偏常病人 那么你比如说 我就三下五出 就要除完了 就要弄完了 偏常病人 你总得要操作 半个小时以上嘛 是不是 你看有些病哈 比如闹疹 我只要给你简单放松了 我就可以 一分钟就可以玩 完事了 是吧 说这个就是哈 根据具体情况哈 具体情况 不是哈 完完全全的音试 要多少分钟 哈 才行 是吧 所以你看 有时候哈 在门子上有些治疗 有些 有些 有天有个病人说 老师你给我弄长一点嘛 我说你这个病 你根本就不用 不要这么长 我说你耽误我的时间 是吧 我弄长了 就耽误我的时间 我说你就需要 这么长时间 就足够了 我下面还要等 还这么的病人要等我啊 你出钱也出得少 是吧 你出多一点 你多一点 我就可以给你 做时间长一点 你把今天我 你把我包下来都可以 是不是啊 是吧 把这个时间段 完全包下来都可以 有啥 是不是 只要你出了些这个钱 但是还有其他人同意哈 我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 我是为广大病人服务 是不是 是吧 除非以后 你是在这个VAT客服 客服上面 差不多 是吧 所以这个时间的话 要根据不同情况 来选择你的时间 不是我们外面所按摩 外面的保健按摩 来了就是一个小时 我还要两个小时 可以的 那可以的 是不是 治疗 那就是根据具体情况 根据具体部位 根据具体病症 还要根据这个 操作者的手把的选择 等等 你来选择时间 还有这个时间 还包括这个疗程问题 疗程问题 是吧 一般说来 急性病症 它的疗程肯定要短一些 比如说一个疗程 比如说六次 或者六到十次为一个疗程 弄不好急性病症 我两次三次就完了 就治完了 用不到一个疗程 是吧 而慢性病 你说的 有些病人说的 老师 我这个颈椎病 你能够多少次给我治好 我说你这个颈椎病 我不 你说你 你的发病 就是一个缓慢过程 我能几次给你治好吗 那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你是闹疹 闹疹是闹疹 颈椎病是颈椎病 它是两种不同的病症 你随意说 你就不能说 比如说病人 他因为病人 他对这个病 他对他自己的病不了解 我最近有个病人 也是四十多岁 每次来就说老师 我这个颈椎病 他再来两次 他就 第三次他就问我 我这个颈椎病 怎么还是这样呢 我说 怎么办呢 我说你那个 又不是闹闸 我说你这个发病过程 我说你封按工作 封按了多长时间 他说我封按工作 封按了二十年 好 我说你封按工作二十年 你发病过程就有二十年 我说我能几次给你弄好吗 是不是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 说这个 有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时间 疗程 这类的 要根据具体情况 来把握好 是 然后有力 有力呢 我要多讲 有力 它就是指手把 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必须具有一定的 十度的 力量 或者说 功力 也就是说 要是你的手把 具有一定的刺激量 具有一定的刺激量 那么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有力 最大是一定的 十度的 力量 并不能像我们外面说的 推了 那么就是 力量越大 疗效就越好 不能这样认为 是吧 但如果有推了 没有力 肯定就达不到一定 刺激量 达不到一定刺激量 你就达不到一定 治疗作用 说这个 需要大家要注意 不是我们说的 力量越大 疗效越好 如果你力量大了 那么 会使得其反 往往会给病人增加一些 痛苦 甚至是 遗料 遗料事故 就出来了 特别是在游戏部位 比如说这个 紧追的办法 本紧追的办法 我们动作要求 就是一种 文准巧 快 巧 它就是要用以寸进 搬千斤的力量 是不是 寸进搬千斤的力量 不是说我们的 力量越大越好 那把这个下后骨 把它搬在背后去了 你说还好吗 把这个颈部 头的切 切到一个一百八十度了 我们知道正常的 压持 这九十度 最多的 九十度 是不是 你把它切到一百八十 不是切到背后去了吗 是不是 那就是我们说的 不是说的力量越大 疗效越好 那么要根据 不同的情况 来采用不同的力量 当然没力量肯定不行的 我们后面还要讲到 后面还讲到 那么这样子使手发呢 就要具有一定的刺激量 因此的话 有力 它是指手发 直接作用提表的力量 另外一个呢 就是指维持手发 所需要的一种力量 所以说 还要包括 从来我们说的 还要包括这个功力 耐力 还要包括一个耐力 耐力也是需要练的 你看我一上午 我可以从七点 我早晨七点半上班 在门阵上 七点半上班 我要坐拢十二点半 曾经游天坐拢一点半 如果你没有这个耐力 两个病人就把你趴下了 我上个星期五 我坐了十八个病人 从中午一点半 他是两点半上班 我一点半到 我中午下午六点半 18个病人 那么如果说 按照你说的老师 每一个病人 你需要半个小时 那不是我要坐九个小时 不可能是 说这个就是 他就是需要有 除了你 我们说的话 还要需要一定的耐力 需要一定的功力 需要一定的功力 那么 这个手法要有力 是操作者 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 有力 并不是指 单纯的 指力气大 你的力大 不是指 还要 它是一种巧力 在座的同学 刚开始的时候 特别是女同学 刚开始的时候 老师 我这个手没力 肯定没力 你要刚开始用力 那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 如果说你根据你的 根据这个 手法的技术要求你 刚开始你 不要给你考虑用力 你就把手法 跟我练 练书 书到一定程度 我们叫做 Practice makes perfect 是不是 熟能生巧 对不对 Practice makes perfect 由生到熟 由熟到巧 熟了 它就自然就有巧力了 你不熟 当然你在这蛮干 那就是一种 蛮力 暴力 就像我们刚开始 我给大家说了 就像你们 到农村里面 你挑担子一样的 特别是农村里面 长大的就知道 农村里面 有些地方没有水 他就说 必须要去挑水 你刚开始 父母又忙 你要回家 你没办法 没水喝 你还在自己挑 刚开始去挑水的时候 老师觉得这个扁蛋 压着这个肩部很痛 而且 挑个半桶水 你就 你就觉得这个肩部很痛 挑的时候 还不知道这个手 刚开始要在这个手 甚至这个扁蛋 两头的笋子 或者扁蛋 怎么窝 都不知道 可能你挑上来过后 可能一会儿水往前 一会儿往后 你就把握不了这个 你挑不起走 但是你没办法 还在挑啊 可能你挑一个星期过后 大概这个 把这个水会越来越挑越重了 而且这个扁蛋 我放在肩膀上 根本不用手了 甩手甩手就可以走了 就像那老农民 老农民一样的 挑东西一样的 你 我们刚开始挑的时候 你可能 挑了这个 就比较宽的道上走 你可能还觉得挑不稳 是不是 你看那老农民 他在山上 山上挑的时候 羊腾小道 他如飞 是不是 跑去走 他就是个熟练过程 熟练过程 所以这个力量 也是一样的 他都是一种 刚开始 你不要考虑用力 你只把手法跟我练好 不要熟练 到了一定时候 我自然会跟你说 你怎么用力 怎么用力 怎样才能达到一种力量 所以大家注意 它是一种巧力 是一种技巧力量 比如说 我们说的案法 来一位男同学 过来一位男同学 我操作一下 因为我 好 你 你好 你好 好 坐下 比如说这个 这个颈部的按 我们按这个风气学的时候 好 按风气学的时候 是不是 我们也是一种巧力 有些我刚才看见 按风气学的时候 这地方 还是按不动 好 你看我按风气学的时候 就是一种巧力 压着这地方 另外一直放这地方 有没力 还没力 这就是一个巧力 是不是 这样子对称性的用力 就是一个巧力 OK Thank you 是吧 是啊 好 就是用的是一种巧力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反复的强调 推拿 就是用巧力 不是用蛮力 不是用暴力 再度的女同学 特别要注意 不是我说的 你们刚才肯定没力 包括男同学在内 也有用不上力 是吧 你到了一定时间 那么自然而然就不用力 这个力量 大家注意到 那么 要需要多大的力呢 当然你到一定程度 我肯定要 要需要多大的力呢 需要多大的力 那么就是以患者 能忍受为度 我们真就上 有一个叫得气 是不是 酸 脏 麻 向周围放射 而就是我们得气 而我们推拿来 就要求 用力的标准 要达到一种什么 得气 就是出现酸 脏 麻 唯痛 而舒服的感觉 叫做 God's pain 是不是 痛 并快乐 痛 并快乐 要达到 这种程度 当然 也是一种 由轻 慢慢慢慢增加的 不是说我们说 来了 就给它使用暴力 是不是 要达到一种 叫做 我们英语上叫做 God's pain 是不是叫God's pain 好的一种痛法 是不是好的一种痛法 God's pain 就是痛并快乐 痛并快乐 到了这种 说你看有些 这个暗的时候 好痛 好痛 这病人说 你看病人 好痛 他说的 有病人说 痛得舒服 用死传话 叫做 痛得很舒服 很舒服 说到他的一种 痛并快乐 当然这个用力 不是说 我们每一个病人来 你都用同样的 也不行的 要根据 你选择的手法 的不同 你的力量就不一样 你选择的部位的不同 你的力量也不一样 好像要 好 我们休息片刻吧